看一看,它打开箱子用一把刀 接着它打开箱子用武力,用万力去打开箱子 那为什么一个用with,一个用by呢? 是因为with我介绍用,是用一个具体的东西 就是用with的,用一把具体的刀,一个具体的物件 那如果我们讲方式的话,也是以某一种方式的话 我们就用by的,就是以武力的方式去打开 或者叫用武力的方式去打开 那如果一般来说交通的话,通常我们都要讲方式的 例如by bus,我们讲是以巴士的方式去上学 就不是讲一架具体的巴士 所以是不会用by a bus,这个是错的 那如果给钱的时候,多数都是用方式去想的 例如它用支票的方式去给钱买个玩具 就是by check,不是with a check 不是讲具体的支票 那如果把这个支票的话 就给钱买个玩具 好三个点 好三个点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